歡迎大家 加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 按讚 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現在聚焦就是 澳大利亞的國防部長達頓 他聲稱說最近地區衝突發生的可能性蠻大的 澳大利亞應該開始要預備戰爭 他聲稱中國大陸有越來越大的野心 很像是上個世紀三零年代 納粹德國的狀況 對此來看到 大陸外交部發言汪文斌說 澳方個別政客透過的是抹黑中國大陸 鼓吹戰爭的瘋狂言論 其實國際社會都看得很清楚 澳方個別政客關於通過發表抹黑中國 鼓吹戰爭的瘋狂言論來謀取政治私利 這種卑劣做法 中國人民看得很清楚 國際社會也看得很清楚 收到了地緣政治角力來看到 也讓美國很關注就是 北韓中央通信社 26號報導 領導人金正恩在 25號晚上出席了 北韓人民革命軍建軍 九十週年的閱兵式 這次看到金正恩掌權 十年以來 第四次在夜間舉行的閱兵 他表示將會繼續採取 怎麼樣最快加強核武的能力措施 同時也展示了北韓最新的武器 這次閱兵式展示了兩大亮點 就是火星17型的洲際彈道飛彈 北韓曾經在3月24號發射了火星17 向國際展現了北韓絕對的力量 還有戰略地位 同時也公開了北韓之前曾經試射的基因素武器 也就是超高音速飛彈 金正恩還有夫人李學祖 還有一段時間沒有公開露面了 北韓軍方第一手來看到是勞動的黨書記 普正天也有現身 金正恩表示 核武並非只是用來防止戰爭的發生 也會用在國家根本利益 可能會受到侵害的時候 他也表明說進一步發展核武的決心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汪文斌 也有最新說法 看到就有關於說大陸的說法 他其實有表示說 希望能夠實現的是半島的無核化 能夠堅決透過的是對話協商 能夠解決在朝鮮問題上面的反應 這是中國大陸的態度 另外再來看到 其實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 中國大陸的海軍迅速的擴張 2015年的前後 中國大陸海軍的總規模 已經是超過了美國的海軍了 之後大陸的海軍不斷的不斷壯大 新船用很驚人的速度出海 根據報導我們來看到 在2017年到2019年間 中國大陸建造的船隻數量 已經超過了印度 日本 澳大利亞 法國跟英國的總量 來看到是德國海軍中將 凱阿西姆勳巴赫 他也有最新說法 說2021年的時候 大陸海軍每四年的擴張速度 大約就是等於整個法國海軍的規模 西方都用擴張來形容 2021年中國大陸至少服役了28艘的艦艇 而美國海軍是在當年服役的7艘 如果大陸類似的速度來服役的話 到2030年的時候就可以擁有425艘的艦艇 中國大陸的海軍還有其他領域的能力 也都在增強當中 另外來看到是蘭德報告 有特別報導說 當代的船舶的生產的標準 2017年中國大陸海軍的艦隊 當中有超過70% 是怎麼樣呢 超過70%被認為是蠻現代的 另外在2010年的時候 這個比例被認為是蠻現代的比例 還不到50% 所以看到中國大陸進步非常快 大陸還在生產能夠容納先進的武器 還有艦載的大型的艦艇系統 比如說來看到中國大陸海軍的第一艘055 055型的巡洋艦 2019年服役了 另外來看到是 它的排水量 其實來看到 它的排水量是比2014年服役的052D型的驅逐艦 還多了多少呢 還多了4000到5000噸 所以055型 它其實配備了112個垂直發射系統的導彈單元 那可用於是為大陸航母在 南海護衛的同時能夠輔助區域防禦 另外中國大陸的新出海的船舶 總噸位數上面也處於是世界的領先地位 比如說來看到2014年到2018年間 中國大陸下水的艦艇的總噸位數 已經來到了67.8萬噸 比法國跟西班牙海軍的總噸位數的總和 還要來得多 不過大陸海軍的總噸位數 還是低於美國海軍的 其實2018年我們來看到 也就是兩國海軍之間的噸位數差距 大概是300萬噸 而這個差距當然會慢慢慢慢的縮小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美國其實 它還有11艘的航空母艦 那每一艘的排水量 大概就多達了10萬噸 中國事實上如果就 軍艦的那個收數已經超過美國了 那美國是因為有11艘航空母艦 那一艘大概10萬噸 所以總噸位數過中國 不過美國未來 事實上已經有很多報告出來了 就是美國未來淘汰的軍艦的數字 會超過它新艦的數字 所以到2018年 美國可能只剩下280艘了 那我看到一個數字是 2030年中國會到450艘 然後美國會變成275艘 所以確實很多人在緊張 就說要圍堵中國最主要的力量是海軍跟空軍 尤其是海軍 美國事實上主導七大洋就是靠海軍 那其他力量基本上是配合作戰 主要還是海軍本身 甚至我還看到美國國防部有人公開講 說恐怕在距離中國1000公里範圍內 那美國未來恐怕沒有勝算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就海軍的角度看 那當然因為如果在近海作戰 還牽涉到中國可以用他的各式各樣的導彈 所以對美國作戰就很不利 所以我覺得日本大概也看到了 日本人比台灣人機名多了 所以他大概也知道 所以你看他寫得多誠實 說冷戰之後美國的整個軍力是在下降 國力下降 所以我覺得日本也是在自求多福 比如說他在雲那國島要部署雷達戰 那個也不代表他要參戰 可是他要了解狀況 簡單講 那簡單講就是對台灣的 這個我們講宜蘭還有花東 地區的一些海上空中的情報 他要掌握 那他掌握這些情報 當然也有助於他跟美國做交易 好 其實慶祝中國大陸的海軍 已經七十三週年 有看到很多的宣傳片 尤其是三艘最新的驅逐艦的服役之後 進行了實戰的演練 這使得大陸海軍被稱為是大區的同級的艦艇 增加到了六艘 另外安山號還有延安號也是首次亮相的 而第一批次總計有八艘 目前已經有六艘公開現身 最後的兩艘055的艦 包括了尊藝號還有咸陽號 預計也會在今年內陸續服役 我們現在的全訓考核 從雷碼頭到靠碼頭 全過程都是考核 隨時隨地都要應急處置突發的情況 發現危險之後 要立即提高部署等級 對海空情況進行處置 大陸海軍釋出的 史戰訓練影片中 三艘亮相的055大型驅逐艦 分別為拉薩 安山及無錫艦 準備 放 體型巨大 裝備先進的055 一直都是大陸海軍最值得驕傲的武器 而目前大陸已值的055型驅逐艦 總計八艘 分別為首艦南艙 拉薩 安山 無錫 大連及延安 其中 安山及延安艦正是大陸海軍 迎接海軍艦軍73周年時首度亮相 最後兩艘尊益號及咸陽號 預計在本年內陸續服役 我們現在的全訓考核 從雷碼頭到靠碼頭 全過程都是考核 隨時隨地 都要應急處置突發的情況 發現危險之後 要立即提高部署等級 對海空情況進行處置 雖然被稱為驅逐艦 但排水量達一萬兩千噸的軍艦裝備 已經接近美國的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 055不但具備射程對空 對海精準探測 還具備反導和反應聲等多種作戰能力 他的發射系統還能填裝 反導飛彈 中程防空飛彈 反潛飛彈等多種武器 大陸解放軍發布長達6分鐘的宣傳影片中 片尾的彩蛋似乎也暗示著 大陸第三艘航空母艦即將亮相 而據消息稱大陸第三艘航艦 很有可能以大陸沿海省份的名字 命名為江蘇號 另外今天更是大陸首艘 國產航母山東艦下水的五週年紀念日 面對大陸日益建造的軍事設備 華爾街日報也給予肯定 認為大陸海軍在海洋強國戰略思維上 確實相當成功 記者先漢語報導 說到軍武來看到是俄烏交戰持續 俄羅斯外交部來看到的是 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接受 俄國媒體訪問時說 這場戰爭可能會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拉夫羅夫也直接的表明說 北約不斷的給烏克蘭軍援 形同就是在宣戰 黑煙直衝天際 消防人員趕緊撲滅火勢 烏克蘭當地時間25號上午8點半左右 位於西部利維夫的克拉斯捏火車站 遭到俄軍飛彈擊中 導致變電站爆炸起火 CN報導指出俄羅斯伊斯 暴復一小時內 摧毀了烏克蘭中部 與西部多達五座火車站 俄軍是從東南部發動攻擊 很可能是利用戰略轟炸機 而俄軍的挑釁被認為是針對美國而來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前一天才在波蘭邊境開嗆俄羅斯 美國媒體認為這反映出 拜登政府越來越大膽的立場 另外在烏東更是傳出一座小村莊 遭到疑頻的震撼畫面 空拍看到這座位於盧甘斯克的村莊 諾沃托什基夫卡 因為俄烏兩軍交火 所有建築物幾乎完全摧毀 俄烏戰場疑似再度擴大 俄羅斯媒體報導官方證實 俄國邊境城市布洋斯克 一座油庫在當地時間 二十五號凌晨起火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美國高層訪問基辅後表示 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真實存在 針對俄烏雙方的和談 拉夫羅夫諷刺 澤倫斯基假裝談判 是個好演員 並說他講話有1000個矛盾點 拉夫羅夫認為和談將以簽署條約結束 但他也警告北約軍援烏克蘭的行為 實質上等同向俄羅斯宣戰 拉夫羅夫說 這些武器都會成為俄軍的目標 並犯話表示 莫斯科盡力避免核戰 但動用核武的風險確實很高 記者張力報導 好 針對於拉夫羅夫的說法來看到 是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王文斌說 沒有人希望看到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然希望是各方能夠保持冷靜克制 防止局勢升級 儘快實現和平 避免讓歐洲還有世界付出更大的代價 沒有人希望看到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克制 防止局勢升級 儘快實現和平 避免讓歐洲和世界付出更大的代價 當前形勢下 各方首先要支持對華談判 防止衝突 擴大化 長期化 同時也應反思 歐洲可以在冷戰結束三十多年後 重現地緣政治衝突的漩渦 反思如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 反思如何加強全球安全治理體系 好的確俄烏開戰現在看起來 美國不斷地進行施壓 但是懷有制裁全世界卻受到了影響 美國也受傷了 尤其說到了世界在同一艘船上 美國制裁俄國傷到了自己 美國正面臨四十年來最嚴重的通膨 四月初公布的美國三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增加了百分之八點五 根據最新調查 美國大概有百分之四十的小企業 打算要漲價百分之十以上 小企業除了要把較高的進口成本 轉嫁給消費者之外 也因應通膨的選項不多 根據全美獨立企業聯盟顯示 物價上漲對百分之六十二的受訪者而言 有重大的影響 而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日前也表態 說由於美國受到的通貨膨脹壓力 不排除要把部分大陸進口商品降低關稅 看得出來美國之前對大陸發起的關稅貿易戰 也是踢到了鐵板碰瓷了嗎 美國制裁俄國不只是傷到自己 很多國家告訴你也不跟進 根據今日俄羅斯的報導 來看到24號的時候 阿根廷的外交部長卡菲爾羅 他其實在烏克蘭衝突的問題上 有說制裁是無助於實現和平 或者是促進對話的 還說阿根廷根本不會去加入制裁俄羅斯的行列 來看到其實卡菲爾羅 他跟義大利的外長迪馬約 他會面的時候就提議到說 阿根廷他的提議就是恢復對話吧 阿根廷沒有關於像是單邊制裁的法律框架 相反的有一項國內的法律 禁止政府採取這一類的行動 阿根廷政府在應對當今的世界面臨的挑戰時 呼籲和平 誠摯的真誠的認為實施制裁或者是封鎖 對和平對話還有外交談判不會有成效的 這跟中國大陸的立場也蠻像的 而且他也說只會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以及在俄烏爆發衝突時 作為一個美洲國家組織常駐觀察員國的資格投票決定當中 阿根廷其實是少數幾個 他也是投下棄權票的國家之一 另外來看到說到俄羅斯的底氣 其實就是握有很多的能源 尤其是歐洲抵制了俄國的煤炭 也讓煤炭價格是不斷的上漲 還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為了面對是像是煤炭短缺的局面 很多國家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搶購煤炭 在四月初的時候歐盟表達說 對於俄羅斯的煤炭實施禁慾 過渡期是一百二十天 以便歐盟成員國能夠去找其他的供應商 只是歐盟對俄羅斯的煤炭進口的依賴度非常高 歐盟各國煤炭進口量 百分之四十五可是來自俄羅斯的 為了彌補煤炭需要的巨大缺口 每個國家開始尋找新的煤炭供應國 南非大型的煤炭生產商 叫做艾索礦業說 該公司目前的煤炭產能 已經被歐洲多數國家給預定的 南非艾索礦業負責人 他也說歐洲人有點緊張跟不安 開始尋找其他地方的供應 歐洲國家的買家 正在從世界各地來加快購買煤炭 歐洲各國三月從美國進口 八十點九萬噸的煤炭 從哥倫比亞進口總量一百三十萬噸的煤炭 從南非進口二十八點七萬噸的煤炭 總進口量同比增長的百分之四十點五 好來看到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持續 西方不遺餘力的說 說希望印度能夠站在西方的這一邊 譴責俄羅斯 近期來看到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普拉沙德 他接受了環球時報的採訪 就分享了他對於西方 還有印度走得很近的看法 他其實有說 美國把自己視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對於G7還有北約 他們僅視為是擴張美國勢力範圍的工具 印度部分的精英層 希望跟美國政府能夠結盟 他們不希望看到印度跟美國 在政策方面有分歧 西方想要讓印度屈服 但他面臨很複雜的問題 就連德國跟日本也承擔不起 跟俄羅斯決裂的結果 他們是美國比印度還要更親密的盟友 然而這種聯盟的關係 清楚的發現 他意思就是 美國根本沒有把印度這些盟友 視為是平等的夥伴 您願投入他的修法嗎 一起聊聊